强制戴口罩措施生效后的首个周末 到自然保护区沉运的民众人数显著减少 虽然当局规定民众进行剧烈运动时不必戴口罩 但据记者学书会观察 一些民众基于谨慎或不清楚哪些属于剧烈运动而戴着口罩沉运 今晨七点的五级芝麻自然保护区访客熙熙落落 据观察民众在抵达时大多戴着口罩 一开始做运动就把口罩摘下 但也有人坚持戴着口罩沉运 靠近祖屋区的五级芝麻自然公园 情况大致相同 医生劝起民众避免戴着口罩进行剧烈运动 以免呼吸受阻 引发晕眩或心脏疾病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日前也解释哪些是剧烈运动 根据当局所发布的运动指导原则 跑步 慢跑 快步走或者是骑脚车时可以不必戴上口罩 如果是做热身运动或者是在叫抖鞋的道路上行走也可以不必戴口罩 但如果是在一般叫平坦的道路上行走就必须要戴上口罩了 新闯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